- 没路姐妹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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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是小Q学姐 - 我是娜娜 - 好 - 嗯 - 小Q学姐最爱讲就是 - 纵横护理界的30年 - 那到底我这30年在哪里咧 - 我这30年前面的20年 - 有12年在家护病房 - 有8年在急诊室 - 那个呢 - 都是每天上班 - 不是人过的日子 - 就是追赶跑跳碰就对了啦 - 永远就是在生死一瞬间 - 没错 - 然后后来 - 后面的10年有5年是在长照社区 - 然后最后最后的5年呢 - 是在安宁病房 - 那在安宁病房呢 - 我们遇到的个案啊 - 个人是就是 - 几乎一只脚 - 踩到棺材里了 - 对 - 对 - 就是已经病入膏肓了 - 对 - 所以我们很面对的都会是 - 这样的病人 - 还有这样的家属 - 然后很有机会就是 - 要跟他们去讨论深厚事 - 所以我们也 - 因为工作场域 - 其实蛮多经验 - 就是陪同很多的人 - 一起去经历了这些 - 所以也因为这样啊 - 我就想说 - 我们要开个 - 的目录姐妹花频道 -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- 这不是一般人 - 这也是可以 - 就是有机会一直遇见 - 那至于 - 为什么会叫 - 请到娜娜姐 - 那我们来让娜娜姐 - 自我介绍一下啰 - 大家好 - 我是娜娜 - 基本上我跟她是同学 - 所以如果她30年 - 我也是30年 - 对 - 所以我们两个15岁就认识了 - 对 - 所以现在已经超过14年了 - 好 - 这不是重点 - 重点是 - 我比较从业而终 - 我一直都是在走社区的居家护理 - 所以我的场域都会是在病人的家里面 - 那从一般的疾病的这些照顾 - 一直到后面的安宁这一块 - 对 - 也是因为我跟小Q学姐一样 - 会照顾到末期这边的病人 - 会去协助他们走到 - 很安详的走完身后的这一段 - 所以小Q在找我说 - 我们要不来开一个这样的节目的时候 - 我觉得这非常的好 - 因为这是一个竞技话题 - 可是它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- 一定要谈的事 - 对 - 每个人到最后都会遇到 -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- 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年 - 或者是我们经历过人家的这样子的一些 - 后面的这个事 - 虽然很禁忌 - 可是其实还有些蛮有趣的 - 对 - 特别 - 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 - 每一个经验都是特别的 - 没错 - 都很不一样 - 对 - 所以娜娜姐最近有碰到什么特别的个案吗 - OK - 嗯 - 我们今天要讲是那个葬儀的部分 - 对 - 对 - 嗯 - 对 - 那所以呢 - 有我最近碰到一件事情 - 因为我的服务的范围是全桃园 - 所以我管很大 - 好怪什么 - 对 - 海边山边都有我的足迹 - 然后我最近有一个病人是在附近乡的山上 - 嗯 - 然后她是原住民好朋友 - 那妈妈是我的病人 - 嗯 - 然后她其实已经到末期了 - 嗯 - 那她还很清楚 - 所以她把她的身后是其实有跟她的小孩交代过 - 包括了她想要火葬这件事情 - 嗯 - 所以她选择想要火葬 - 嗯 - 可是她的小孩舍不得 - 她的小孩一直觉得 - 欸人要入土为安啊 - 而且人烧了 - 就什么都没有了 - 就看不到妈妈了 - 所以就一直觉得 - 想要去说服妈妈 - 用土葬 - 所以呢 - 我那天去的时候 - 她就当 - 希望我再跟妈妈沟通这件事情 - 可是我们是要让人 - 呃就是 - 呃想 - 就是 - 人能够生死两相的阿嬷 - 对 - 所以 - 呃我就让妈妈讲 - 妈妈还是很坚持说我要火葬 - 然后小孩子就 - 就很小心的问一个说 - 土葬不好吗 - 那个隔壁的阿嬷啊 - 土葬啊 - 嗯 - 她就在那边 - 小孩想去看她的时候都看得到啊 - 因为就墓碑在那里啊 - 啊不过也在土里头啦 - 可是有个墓碑啊 - 可是呢 - 妈妈就说了 - 哎哟 - 那阿嬷怎么那么可怜啊 - 所有的人都简骨走了 - 就剩下她一个人躺在那里 - 我才不要啦 - 我要火葬 - 她很坚持 - 嗯 - 因为其实传统的 - 其实呢大家应该家里没有碰啊 - 长辈有过事的时候 - 其实都还搞不太清楚 - 对 - 我们传统的就是这些那个葬礼 - 有所谓的土葬火葬 - 以前因为就人没那么多土葬还OK - 其实现在土葬 - 人越来越多了 - 不容易因为你要那个要需要比较大的地方 - 对 - 然后应该这么说吧 - 每个地方会因为人文文化的不同 - 还有宗教 - 其实还有宗教 - 对还有宗教就选择不一样 - 对 - 对 - 我们在山上啊 - 因为就是有原住民嘛 - 其实原住民他们已经都汉化了 - 所以即使他的宗教信仰是天主教或基督教 - 可是他们也是像我们平地一样的这样子的葬礼的仪式 - 那我就很好奇啊 - 就是说 - 如果他们要遵循古礼 - 那是什么 - 他们以前 - 对对对对 - 然后我就去问了他们的祈劳 - 然后就跟我讲说 - 他们传统的那个葬礼 - 其实人是坐跪坐的 - 就是在屋葬 - 他们的屋子里面要挖一个洞 - 大概两公尺深 - 然后人要裹一条很长很长的布 - 所以坐在里头 - 对 - 就跪坐在里面 - 然后很特别的是他们会请 - 祖里面的像那个巫师或长老 - 然后做祈福的仪式 - 就会烧东西 - 会熏 - 熏一天一夜 - 把这些晦气通通要把他熏走 - 哇 - 这个很特别 - 这个很特别对不对 - 我为什么会去问这些事情 - 是因为刚好我们去服务了一个个案 - 然后他在最后的时候 - 我们有就是让他用了一些 - 细电床、病床这些东西 - 然后他们跟别的机构也借了氧气制造机 - 然后他走的时候 - 就要走之前 - 我们跟他讲说 - 这不用的时候可以还给我们 - 我们可以再 - 再照顾别人 - 对对对对 - 结果等到他葬礼完了之后 - 我去搜 - 他说烧掉了 - 我就说你为什么要烧掉 - 他说 - 因为人走了会有晦气 -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烧掉 - 我那时候不太理解 - 后来我就知道 - 问了长老以后才知道 - 原来他们的习俗里面 - 其实是他用过的东西 - 都是要烧掉的 - 都是要烧掉的 - 所以我后来去看到我的气垫床 - 已经烧成一坨 - 然后呢 - 更可怜的是那台氧气制造机 - 好几万也烧成一坨 - 哇 - 对 - 对 - 我觉得 - 就是很多 - 我们必须尊重啦 - 必须这样子讲啦 - 对 - 就是尊重 - 但是其实 - 随着 - 你看我们 - 因为时间的不同 - 以前的人用土葬的方法 - 然后现在 - 大家已经也比较不会用这种方法 - 大家就是会用火葬 - 对 - 然后 - 什么法事法会 - 以前是农业社会 - 大家有空 - 可能还左右邻居都会来帮忙 - 对 - 现在的社会 - 其实已经 - 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了 - 所以其实 - 很多的葬礼 - 其实都一切充简了 - 像我也都有印象 - 我自己比较小的时候啊 - 就是阿公阿嬷的那个葬礼 - 还可以回到那个乡下去 - 搭棚子 - 搭棚子 - 然后要放七七四十九天 - 对 - 现在我的妈 - 你在都市里头 - 谁可以放七七四十九天 - 对啊 - 所以随着 - 就是整个时代的演变 - 其实我们已经越来越 - 不太可能遵循原来的方式 - 但是这些事情 - 嗯 - 应该说我们到了这个年纪 - 其实我们慢慢也会去想 - 我们自己也经历了我们的长辈 - 像我自己的话 - 我阿公阿嬷就还那时候走 - 因为我爸的兄弟姐妹很多 - 我们就还尊着 - 就遵从着很多比较鼓礼的 - 可是其实我爸那时候也要上班啊 - 他们其实真的也没 - 就不见得有那样的有办法这样子 - 对啊 - 然后到我爸爸自己的时候 - 他已经就写遗嘱 - 他不要 - 他就说他不要做法会 - 重检 - 对一切要重检 - 然后我爸那个还更妙了 - 他都自己还种了树 - 种了七颗桂花 - 一颗银杏 - 还交代一定要在银杏树下 - 对 - 要把骨灰撒在银杏树下 - 对 - 所以我觉得已经随着时间改变 - 我们其实想法已经有越来越不一样 - 对啊 - 那娜娜姐这边自己的长辈有没有 - 我蛮幸运的 - 我的公婆是很开明的人 - 所以呢他们在很多年前 - 当然他们现在不在 - 然后在他们还自己能做主的时候 - 他们就去买了那个金宝山的那个土葬的 - 那为什么土葬呢 - 是因为我婆婆年轻的时候 - 她曾经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姐妹套 - 后来就走了嘛 - 然后就很伤心 - 就一路一直就是 - 那个整个葬礼到后面 - 一直到连火葬的时候都进去看 - 就她看了那个火葬 - 所以她看到火葬 - 对对对她就很害怕 - 所以她就说我将来一定要土葬 - 那她会去找到金宝山也是一个很奇怪 - 她就有一天做梦 - 梦见了那个罗汉 - 就是一个长得不这么好看的那个 - 这个老男人 - 然后就带她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- 然后就跟她说你以后就住这里 - 然后就醒过来了 - 结果后来那一个周末 - 然后我刚好那个里里面啊 - 办那个老人旅游 - 诶就去金宝山 - 老人旅游去金宝山玩 - 好喔 - 这个有业配嘛 - 对不对 - 然后去了之后啊 - 她就走在那个步道上 - 她说天啊 - 这跟我梦里的那个一模模一样样啊 - 然后呢就走到一个地方 - 就刚好可以看到那个台湾海峡 - 因为我们是外省人嘛 - 结果她就看到她家乡的位置 - 结果她就决定了 - 所以她就跟我公公两个人 - 就去买了那个就是双穴位的这样 - 然后买了又才叫我们去 - 然后就交代我们说 - 以后那他们就是要用土杖要找在那边 - 不过这个就是 - 因为他们很贵啊 - 那个土杖 - 那个土杖位置都很贵啊 - 然后后来我公公舍不得 - 我公公比较小气 - 然后她就跟我婆婆商量 - 说老太婆跟你商量一件事 - 我们给她换成单木屑的好不好 - 然后呢叫那个公司喔 - 哇深一点 - 我们睡上下铺 - 好啊 - 感情好 - 没有我婆婆才说 - 我才不要了欸 - 被你欺负了一辈子 - 因为我婆婆身体比较不好 - 她觉得她应该会先走 - 会睡下铺 - 所以她不要 - 然后后来 - 当然我婆婆不敢啊 - 出现的是我婆啊 - 然后就还是双穴 - 不过后来是我公公先走 - 我公公先走 - 走了以后 - 你知道真的 - 这个 - 都不是自己可以 - 就是安排 - 你想要什么 - 没错 - 对啊 - 可是我觉得 - 我们应该真的算都是幸运 - 像我爸也是有鲜血的遗嘱 - 就是都有交代这件事情 - 所以让我们好办事 - 是的 - 所以这也是今天 - 我们为什么想要开启这个话题 - 因为我们 - 就是应该说在我们的工作场域 - 还有我们自己的家人这边 - 我们其实都看到 - 先讨论 - 先说 - 没错 - 其实 - 才能真的做到所谓的生死两相安 - 没错 - 对 - 就是尊重死者他想要做的 - 然后呢 - 让还生着的人 - 也不会觉得说 - 我没有遵从到 - 就是我们的长辈想要做的事情 - 没错 - 其实我们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- 常常就是照顾到病人他已经没有意识 - 然后呢他就要临终了 - 然后这时候我们跟他谈说 - 那你知不知道妈妈想要什么 - 或爸爸想要什么样子的葬礼 - 或是什么样子的衣服 - 甚至于他有没有什么交代 - 他说没有 - 很多人都是水 - 躺了很多年不讲话了 - 或者是说我们从来都不敢问 - 因为传统的这样的习俗 - 没错 - 然后有时候他们就用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 - 叫拔杯 - 对 - 那我觉得这是活着的人求一个心安 - 因为他必须要知道我该怎么做 - 对不对 - 这样子 - 像我们在加护病房跟急诊室的话 - 那就是你知道意外还挺多的 - 那更是没有机会讨论 - 没错 - 很多人其实就是 - 太突然了 - 一下就是突然啊 - 早上嗡一嗡一来 - 可能就救不起来了之类的 - 然后你一问 - 这样子就说啊 - 就平常也没有 - 没有什么症状 - 没有什么 - 没有症状 - 对就突然 - 然后就从来也没有讨论过 - 然后 - 我自己其实那时候 - 我真的心里就会想 - 以前啊 - 就是说 - 人生七十古兰兮 - 所以啊 - 我们已经差不多要六十 - 我觉得很可以 - 我要讨论了 - 对啊 - 所以像 - 娜娜姐有没有跟 - 自己的孩子讨论过这件事情 - 其实因为我的 - 有一个小孩是念护理的 - 所以对 - 他也跟着我看了人生的这个 - 生老病史 - 而且他以前也是在急诊的 - 所以他觉得 - 因为生死这件事情 - 可能就是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 -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- 欸 - 我们要不要来谈一下 - 如果有一天老娘不在了 - 好 - 要怎么样 - 要怎么样 - 结果他只给我一个淡淡的回答 - 你说了算 - 那你到底说了没 - 我没有 - 还没有想好 - 欸 其实我跟妳讲 - 真的 - 很难 - 我们都一直说 - 但其实你真的要破题 - 要跟家人谈这件事情 - 你真的要 - 天时地利人和 - 没错 - 没错 - 即使是像我们看了这么多的人家的 -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- 可是轮到你自己身上 - 你要去想 - 我到底要什么的时候 - 其实 - 那个困难很难想 - 对 - 真的很难 - 而且还有很多小细节 - 没错 - 没错 - 因为你会不知道说 - 因为不是明天就要发生的事情 - 也许五年 - 也许四年 -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-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- 变化 - 对 - 所以 - 好啦 - 反正 - 找机会 - 要开始 - 自己要开始规划 - 我应该是 - 我应该是 - 那个我爸走的时候 - 因为他就是 - 真的感谢 - 我爸算是 - 我爸是意外 - 但是呢 - 他真的身上带着遗嘱 - 就在他包包里 - 所以掏出来 - 就有东西了 -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 - 好深奥 - 超有福气 - 因为可是那时候 - 我爸其实已经80了 - 所以他真的都把 - 他都戴在身上 - 他就用牛皮纸写好 - 然后放在他包包里 - 哇 - 对 - 所以我真觉得他真是睿智 - 所以我也 - 就在趁那样的机会 - 其实我大概已经有跟我儿子输过了 - 就是火葬 - 对 - 目前 - 目前想到就是火葬 - 然后就是骨灰 - 一样 - 跟就是 - 跟外公 - 就是跟外公放在一起 - 放在一起 - 跟外公外婆放在一起就好了 - 对 - 然后不要木碑 - 因为我跟你讲 - 我都觉得 - 百年以后 - 是靠谁记得小Q谢谢谁啊 - 所以我都觉得不必了 - 对 - 走了就走了 - 对 - 我会希望是 - 就是这当下活着的日子 - 就是认真过就好了 - 其实真的 - 你眼睛闭起来 - 走了以后 - 什么事情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了 - 对 - 就这样子了 - 对啊 - 不过我 - 我比较 - 特别的一个经验是 - 我有一个病人 - 其实跟我们同年 - 其实跟我们同年 - 然后他 - 因为 - 年轻的时候 - 玉气风发的时候 - 是那个 - 欧夏蕙 - 阿尼吉 - 身上都刺龙丝 - 自经缝那种 - 可是呢 - 不禁摔 - 有一天从楼梯上摔下来 - 然后就 - 高位的脊椎 - 就是脊椎的骨折 - 胸部一下就瘫了 - 就瘫了 - 结果他瘫了之后 - 第一年啊 - 还有那个小弟 - 会来伺候他 - 然后 - 再来 - 树导乎增长 - 人家就是说 - 久病无孝子 - 久病无小弟 - 更很胖 - 久病无小弟 - 对 - 是 - 后来真的 - 钱也都用完了嘛 - 躺着被照顾 - 是非常花钱 - 没错 - 然后他又是大哥嘛 - 所以一次就请两个看护 - 所以一下子 - 就把他的家财都败光了 - 他应该没想到 - 他会可以活那么久 - 应该是 - 因为他想说 - 平常这个 - 对不对 - 因为就是他后来 - 嗯 - 爸爸也走了 - 哥哥也走了 - 那他老婆本来就没有在一起 - 然后就离婚了这样子 - 嗯 - 所以他就真的剩下一个人 - 没小孩 - 那他到后面的时候 - 就只有我去看他 - 为什么 - 因为我要去帮他 - 换带路 - 对 - 所以他最后悠悠的 - 说了一句话说 - 你是我这世上唯一的朋友 - 对好 - 好 - 好重点来了 - 有一次他就病得很重 - 因为感染嘛 - 对 - 然后到医院去 - 医院就发病为通知 - 就通知我去了 - 我去了 - 我去了 - 我去了之后呢 - 他就跟我讲说 - 如果我过不了这一关 - 我的深厚事交给你 - 哦 - 天啊 - 好沉重的 - 然后我就说 - 好吧 - 那你要什么你跟我说 - 他说 - 我跟你讲我没钱 - 所以呢第一个 - 我就账你不能花钱 - 我说哦了解 - 第二个呢 - 他要我把他的骨灰 - 他说要火炸 - 然后烧一烧 - 对 然后呢 - 撒在有向日葵的地方 - 然后我就跟他说 - 难办 - 向日葵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呢 - 我说对 - 第一个 - 骨灰乱撒 - 我会被抓去管 - 第二个 - 你要死在有向日葵花开的时候 - 我才能撒 - 我才能撒 - 真的 - 然后最后他就说 - 好吧 - 我退而求其次 - 只要有花 - 有草的地方就好了 - 这样就可以 - 然后我说还是难办 - 因为我撒你的骨灰 - 我还是办法 - 我说宿杖不好吗 - 她说宿杖要钱 - 我说宿杖不用钱 - 没有有免费的 - 有免费的 - 是是是 - 后来我知道就是 - 法骨山 - 对有免费的那个 - 然后我就跟他说 - 我说我们用法骨山好不好 - 他第一个就问 - 要不要钱 - 我说法骨山不用钱 - 好不要钱 - 第二个他问我 - 离你远不远 - 啊 - 我说 - 法骨山在金山嘛 - 阿尼基好贴心喔 - 我是他唯一的朋友 - 是 - 然后我就说 - 在金山那边 - 他就想一想 - 不算太远 - 你一年来看我一次就好了 - 法骨山很多人都会去看 - 法骨山很多人都会去看 - 我说这我办得到 - 可以 - 那就这么说 - 我说好 - 那就是等你有一天 - 你不在的时候 - 我就依你的交代 - 好我们就 - 法骨山 - 然后书账 - 我一年去看了一次 - 他就说好 - 我在做安宁公照的时候 - 其实真的也是有机会 - 就是帮个案去查一些就是 - 账力 - 然后而且 - 你知道小雨雪以前在 - 那个农民医院 - 所以其实很多农民被被单身 - 没小孩 - 对 - 所以我们都需要这些资讯 - 所以我其实真的查过 - 高雄就有海账 - 海账喔 - 免费的 - 桃园也有喔 - 桃园要不要好像要 - 他是 - 但是其实费用都不高 - 但是他有季节性 - 对 - 它是1月到4月可以 - 报名 - 对 - 所以你就要那时候跟他好走喔 -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那种 - 环保的容器装骨灰 - 然后到5月的时候 - 应该是因为海象 -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海象 - 五月的时候会 - 就带到那个外海去 - 把它就是撒出去 - 对 -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 - 这是便宜的 - 我有查到贵的喔 - 叫做鑽石杖 - 它可以把骨灰提炼变成鑽石 - 而且鑽石呢 - 还可以让你选颜色 - 红宝石 - 琥珀色 - 蓝色 - 还有粉红色 - 然后 - 你知道两克拉多少钱吗 - 多少钱 - 一百万 - 欸那你算效你知道吗 - 假如一颗两克拉的鑽石 - VVS1的话 - 已经超过一百万了 - 对 - 但是你知道 - 我不会啦 - 我是没有想要啦 - 但是 - 还有很贵的喔 - 太空帐 - 月球帐 - 那个是可以做成胶囊 - 射到外太空去了 - 对 - 其实 - 欸我们因为这些事情 - 然后就是 - 欸可以去 - 知道蛮多资讯 - 也还蛮有趣 - 可以提供就是 - 无限想像 - 欧洲现在还很流行 - 所谓的 - 撒脏 - 它们就是 - 不立墓碑 - 也不留姓名 - 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欸 - 它们就是一块地 - 就专门给 - 会跟我们的树脏有点像 - 有点类似 - 但是它完全就是 - 就是用环保处理过后 - 就是直接撒了它上去 -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 - 随着时代 - 就是慢慢的 - 不一样啦 - 对 - 然后人类应该也是 - 大家就是 - 越来越寻求比较环保 - 然后 - 可能也 - 我觉得那个是 - 人类的灵性 - 已经在 - 已经在 - 就知道不用再去计较什么 - 我跟你讲 - 从我们出生那一刻 - 其实就迎向死亡 - 没错 - 你只好你出生 - 就是一定有死亡 - 但是那个时间 - 只是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点而已 - 没错 - 所以啊 - 我就觉得就是 - 开启这样的话题 - 我 - 虽好像很禁忌 - 但是我觉得真的 - 很必要 - 而且我们挑在 - 十三号星期五 - 哎 - 对 - 今天 - 我们那个末路剪了一花 - 今天 - 当然上架可能不是这一天的 - 但是今天真的是 - 对 - 1 月13 - 星期五 - 最吉利的一天 - 开张了 - 开张 - 对 谈这个话题 - 对 - 不过我觉得 - 虽然我们的 - 谈话过程当中 - 把生死大事谈得很轻松 - 其实那个过程 - 我们是很尊重的 - 对 - 我们是很尊重的 - 因为这是人生 - 真的是最重要 - 最后最后的毕业典礼 - 对 - 我觉得无论如何 - 就是这个人 - 没比我 - 就是很认真的活了一辈子 - 对 - 那就希望我的亲朋好友 - 就好好的送我 - 但不用太那个啦 - 我就觉得那个百年以后 - 谁是谁 - 谁是谁 - 早就大家都忘光了啦 - 但是我觉得开启话题 - 这件事情 - 的确是不容易 - 所以我们很希望 - 就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- 让大家不要有太大的负担 - 对 - 来讨论一下 - 而且说真话就是 - 不是只有葬礼的部分 - 其实还有很多小细节 - 都是很值得我们可以在 - 茶余饭后的时候 - 可以拿来聊聊 - 对 - 所以啊 - 我跟娜娜姐这边 - 其实已经后续有还蛮多的想法 - 想要在细节的部分 - 跟大家都多聊聊 - 对 - 那如果也有人啊 - 你有你的想法 - 或你想要讨论的部分 -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- OK - 或许下次就会变成我们的主题喔 - 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- 好 - 好 - 那娜娜姐还有没有想说说什么呢 - 希望生死两相安 - 对 - 这个 - 我们安宁最高中子 - 生死两相安 - 是 - 对 - 我觉得有讨论 - 就会有机会 - 对 - 对 - 如果不说 - 最后意外突然来 - 然后 - 大家都不知道 - 或者是来不及说再见的时候 - 对 - 我就觉得 - 就很难做到所谓的生死两相安 - 没错 - 好 -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开启的这个 - 末路姐妹话的第一次的话题 - 那 - 记得我们的YouTube Podcast - 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 - YouTube 开启小铃铛 - 那下一回 - 我们看看要再继续讨论 - 就是来再聊什么 - 欢迎大家留言啰 - 大家下次见 - 下次见 - 拜拜 - 欢迎大家订阅